朋友您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1年8月21日 自古红颜,多不命,女人太漂亮了 那身体和生活就不是自己的了 俗话说半君如半虎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 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心 一般人呢,要是能有机会接近皇帝 那还真是喜忧参半 喜的是为己人臣,间接的拥有了权力 忧的是如履薄病,一举一动都性命优惯 历史上从不缺长袖善武之辈 在他人都难以驾驭的这个高处不润寒的地位时 却偏偏有人就得以呼风唤雨,如鱼得水 先秦时期秦国的皇后 秦始皇的母亲赵姬的南宠落矮就是其中之一 母仪天仙的王后赵姬竟然能被她 智得服服帖帖,心甘情愿的为她生下两个儿子 还给了她不愿与丞相吕不韦的财富和地位 提起老矮,最为人津津乐道的 不是她只手遮贴的权势 也不是她英俊潇洒的外表 更不是她狂妄阴险的本质 女人啊,是感情动物 能够让女人倾倒的魅力 最主要的还是初衷的外表和温柔体贴的性格 赵姬初见老矮时 只是想要一个帅气的男宠 看起来呢,也会令人赏见悦目 那时赵姬就已经嫁为人父 从赵国举目闻名的美人 摇身一变为前一人的妻子 在这之前呢,赵姬本是一个出身韩威的平民女子 只因出身于赵国都城韩大 加上年轻貌美 于是被急于勾搭上秦仪人的富商吕不韦看中 计划将她献出去以讨好秦仪人 对此呢,彼时的赵姬还处于懵懂状态 他隐约的从这个素不相识又财大气粗的人口中 听说他并不满足于拥有万贯财富 真正的野心是操控秦国的证据 成为秦国事实上的权力中心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自小没有走出过邯郸城的赵姬 又怎么知道秦国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面对无知的赵姬 吕不韦继续含糊其次 他不断在赵姬耳边吹风 说赵姬跟着自己是交了千载难逢的红运 他未来的丈夫现在已经是秦国的太子 未来的秦王 要是想要当上王妃就必须听他的安排 赵姬呢,就这样被吕不韦占为己有 吕不韦按照自己的计划将他献给了秦仪人 和秦仪人在一起之后的赵姬很快就怀孕并生下了孩子 这个孩子呢,就是未来的秦始皇 随着年纪增长 赵姬逐渐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在权力的私容目下 自己只是男人们争权夺利的傀儡 为了他们 赵姬曾经多次伸出险境 自己和儿子几次都险些遭受杀身之祸 无边无际的空虚笼罩了赵姬的心 这时呢,老矮的出现无疑是他生命中唯一的光亮 公元前247年 秦仪人去世 赵姬的儿子秦始皇嬴政成功登上了地位 而他也成为了皇太后 当时的嬴政年仅13岁 尚未成年 吕不韦呢,仍旧和赵姬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 随后嬴政一步步的将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吕不韦担心自己营火烧身 只能选择和赵姬撇清关系 为了避免身为太后的赵姬怨恨自己 吕不韦便安排了烙矮进宫来替代自己 司马倩在《史记》中曾经对此有过相关记载 说 使皇帝异状太后嬴不止 吕不韦恐惑极己 乃思求大阴人烙矮以为舍人 时纵畅乐 以矮以其阴观同伦而行 令太后文之以淡太后 年轻貌美的烙矮 在赵姬的生命中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她也确实有着旁人不可及之处 她不似吕不韦那般满身的铜臭 也没有秦义人的老谋善算 有着的只是青春少年纯洁的气质 在老矮的眼中 赵姬不是母仪天下的王妃 不是气质高贵的贵妇人 也不是风韵幽存的淑妇 只是一个陷在权力漩涡中 无法自拔的可怜可叹的女人 她的任务呢 就是用尽各种招数 去安慰这个女人的身心 让她得到片刻的安宁 作为万里挑一的男宠 老矮在这方面可谓出众 她有温柔的眼神和善的神态优雅的举止 时常侍奉赵姬左右 她比谁都更像赵姬真正的爱人 除了生活起居中的体贴 她还善于做赵姬的树洞 倾听她的苦闷 在男人们的斗争中 赵姬看似被众星捧约 实际上是一个可悲的棋子 始终被各方势力所牵绊 和赵姬在一起的这些年 老矮得到了方帝财宝和权力 逐渐成为大秦权力斗争中的小将 太后寡居却有私生子 无疑是一桩天大的丑闻 令赵姬、老矮和嬴政乃至秦国商下 都难以接受 老矮甚至生性霸道的嬴政 早就对自己看不顺眼 这下闹出了丑事 绝不会容留她一条生路 于是她决定背水一战 暗中培植势力想要篡位 赵姬为爱再次心甘情愿地 沦为了她争权夺利的工具 但是在一众老臣面前 老矮根本就不知一提 一次酒后食言 让朝臣们都知道了她的野心 事情传到了嬴政的耳朵里 老矮当即被捕 最终被无马分尸 而她和赵姬的两个孩子 也被当场摔死 赵姬自己呢 被关入了豫阳宫 不久后嬴政开始着手收拾吕不韦 将他贬居蜀中 暗地里要谋害他 吕不韦见大师已去 万念俱灰 虽隐政自尽 对于尚且苟且偷生的赵姬来说 眼前的景象 无异于人间地狱 恩人兼情人自身亡 丈夫早已病逝 父母亲人远在天边 亲生儿子疏远自己 众爱的情人被残忍杀害 两个儿子死于墙 更重要的是 此时朝野上下都盛传着 他的丑闻 大家都以为 这是他咎由自取 而他就是那个红颜祸水 没有人知道 在他的世界里 他一直被利用 被当作工具的悲惨命运 如今围绕着他的所有的男人 都离弃了他 他已经丧失了全部的价值 和宝贵的青春 年老色衰 心如死灰的赵姬 从开始到最后 都没有人真心的对待他 如此的可悲可叹 孤零零的他 被囚禁在山宫中 结束了他痛苦的生命 不知道他死前 是否还会想起 当年温柔体贴的落矮 还有他风风雨雨 几十年的人生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期节目 再会